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向前驾 我是孟琪 本土病例数狂飙 昨天已经逼近了三万大关 指挥中心预估疫情的高峰期 可能会落在520左右 面对现在快筛真的是供不应求 传出总统蔡英文动怒 希望能开辟更多元的快筛通路 让民众可以更容易买到 另外一方面 指挥中心也很紧急的找来了 20几家的厂商要采购试剂 不其中一家叫做高登环球生衣 这家厂商被国民党质疑 说这个高登前身是小吃店 怎么可能现在可以来大赚快筛财 横扫16亿的采购订单呢 面对国民党穷追猛打这样子的抨击 高登在昨天凌晨12点的时候 发声明说要弃标了 好 那这个订单上的1700万计 快筛士气的缺口 要怎么补上呢 阿中部长今天被问到是非常的无奈 他认为这是政治干预商业 说这样让厂商心灰意冷 真的不是好事 好 整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如何 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 我们要来欢迎到的是这个资深的媒体人林玉慧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台北新议员简淑培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郑宝清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稍后呢还会有国民党新北新议员叶元芝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 指挥中心昨天公布的死亡个案当中 其中有一位女性年仅24岁 打过三剂疫苗也没有任何的慢性疾病 但是她从染疫到过世只有短短的6天 这中间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 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来特别注意的呢 一起来看一下完整的报道 24岁年轻女子打过三剂疫苗 没有慢性病 送急诊后 因为心事战动急救无效过世 从确诊到死亡 只有短短6天 这样的急速恶化真的吓坏不少人 一个病程这么快 没有慢性病病史 然后又打满三剂疫苗 或是年轻的族群 我们还是会觉得 或不会是跟心脏有相关性的疾病的 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在过往的像是病毒引起的心肌炎等等 的确大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突然血压不稳 然后急性呼吸衰竭 心脏衰竭 产生致命性的心事心率不整的情况 当然就是有可能的 在过往的一些研究来说的话 的确有这样的案例的报告 医师表示新冠肺炎 确实会引发心脏相关症状 但病情进展这么快 可能跟心肌炎有关 尤其这名女子 先前有高烧腹泻 也是心肌炎的症状之一 前台大医师林士碧认为 她没有呼吸到症状 主要以肠胃道为主 这一点并不寻常 所以算目前全台两万例 二十多岁的确诊者 其中只有十二例是中重症 也就是重症几率大约万分之五 中研院研究员和美乡提醒 如果只有流鼻水打喷嚏 酸痛疲惫大多是轻症 但要是出现呼吸急促 血氧下降或是严重脱水 剧烈头痛就可能是中症 重症则会出现呼吸困难 嘴唇发紫皮肤冰冷 昏迷不醒和胸痛 呼吁鞠隔了民众 最好每天测量血压 血氧和温度 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 好我们看到的是 昨天的确诊病例数 逼近三万大关 昨天的新增病例数 是两万八千四百二十例 那另外还新增了 五例的死亡个案 而这五例当中 其中有一例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 非常的意外 这一名死亡个案 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女性 非常的年轻 而且她也打了三剂的疫苗 本身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史 不过她从发病 一直到死亡这个病程 短短才六天而已 这个案例呢 也让这个医师来告诉大家说 Omicron可能没有我们 想象的这么友善 你以为她是温穴的小狗 但是她还是会咬你 因为中重症的比例虽然低 可是呢 确实还是会发生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真的呢 在家里验出了确诊 PCR确诊之后 如果有发生以下的六个症状 请大家一定要立刻来就医 哪六个症状 如果是您又呕吐又腹泻 好这已经是一个征兆了 那另外心悸 胸闷或是狠喘 呼吸急促 头痛意识不清 也请大家一定要来特别注意 好那今天的病例数 会不会冲破三万大关 一起来看最新的记者会 亲自主持 那另外左边是医疗应变组的罗部组长 还有我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 那先请指挥官报告今天的工作事项 各位记者 理事先生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达到三万零三十五人 那首度破三万 那不过他成长率还算好了 大概只有5.7 那境外移入的有71例 那落地裁卷35 居家经济裁卷35 那死亡的个案有5例 那整体昨天再有23个航班 检查了946人 阳性人数36 那百分比3.81 那越南的航班昨天 前天好了一天 今天大致上也还好 就一班特别多 其他几班 还算是稳定 那持续在观察 那早上检查了三班93人 那阳性是2人 阳性率是2.15% 那随着确诊的本土案例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176,213例 那中阵跟中阵的人数也持续增加 那不过因为 整体的确诊的病例 这个母数比较大 所以比例 都大致上 都维持不变 那轻症无症状者是99.75% 那中阵的 我们今天增加6 7人 那有一位 减少一位是移到中阵来 那中阵的比例 是0.22% 那中阵的比 的比例是0.03% 没有变 那结割了多了4个人 那至于相关的 死亡的案例跟中阵的情况 我们请罗一军 跟大家做报告 好 我们今天总共 新增的是67例的中阵 列在右边 那另外还有6例是今天新公布的重症 其中有3例死亡 但是先前有2例已经公布过的1例中阵 或者1例中阵 那目前也都 转归死亡 所以今天一并的说明 那在死亡的部分 有20多岁到80多岁 总共5位 那其中特别说明一下 20多岁的这位比较年轻的男性 那这位男性他是有这个脑伤 合并有这个慢性 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 那也是气 切之后 长期卧床在使用呼吸器 那就是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因为有在这个 等于说照护的这个场所里面有发生 其他确诊个案的关系 所以 采减染疫确诊 那因为他长期使用呼吸器 那这一波里面他是有引起这个肺炎 合并呼吸衰竭 那也 确诊是新冠病毒感染 那这个肺炎本身 跟新冠病毒感染应该都是造成这一次 不幸过世的原因 那本身他是没有接种 疫苗 所以这一例是我们先前公布过的中症 那后续就是恶化成为重症以及死亡的一个案例 那另外有这个三位 这个五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的这个个案 事实上都有这个癌症转移的一个病史 那有的有 合并中风或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等等 那这三例都是有染疫之后 那因为有这个出现一些 呼吸衰竭或者是败血症等等的关系 那也合并有 癌症的情形 那都都是以这个安宁照护 或者是不插管不使用呼吸器的方式 那来处理 那另外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女性 本身是有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 这次比较 特别是说她除了有罹患新冠病毒感染之外 也有检验出来是有肺炎链球菌的感染 引起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肺炎 所以她主要的死因 事实上是细菌性的肺炎 合并有呼吸衰竭 不过同时也有验出有这个新冠的 病毒感染 所以有这个多重的感染导致这一次的 这个染疫重症跟死亡 那 大概在今天的中重症的部分 主要是这几例 那至于重症的部分 有三例五十多岁到八十多岁 也是大概以这个肺炎等等为主 以上报告 谢谢 特别也公布有关于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之病例的定义 那主要是对于在 居家隔离 自主防疫 居家检疫的对象 使用家用新型冠状病毒 抗原快塞 试剂检验阳性 且经医事人员确认 即为确诊 我们修订了这个确诊的定义 主要是这三 类的人基本上他染疫的风险相对就是 比较高 所以再加上有家用的这种抗原快塞 检验是阳性 那医生在从各类的症状情况就去判断 那应该在确诊上面应该是相对的是没有 疑异 所以我们修订了这样的一个病例的定义 那也避免这些在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他要为了要出来确认的时候 那还有交通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配套 那增加整体在行政的一个负担 那我们再强调一下 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可以向于居隔自主防疫居家检疫时间 请用 交用快塞阳性 那时候就不可以外出 那可使用健康益友的APP 或联系所辖的卫生局安排 透过远距 医疗或视讯的方式 由医师确认快塞结果 进行评估 且通报 那后续由地方政府卫生局 依确诊个案收治分流原则 请个案 于住家或其他指定处所进行居家 照护或隔离照护 第三 民众或评估的医师对于快塞 结果 阳性的结果 如未有共识或有疑意 仍可 通知卫生局安排做PCR的检验 基本上还是就是说 如果在 被确诊的 他是阳性 那医师也认为 他可能是 是在症状各方面判定是阳性 可是他还是认为说 他应该是可能性很低 那因为这还是有相距后来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必要性 若没有办法 有这样的一个共识的时候 那就另外 再安排做PCR 做最后的一个确认 所以一个补救的一个措施在 这个礼拜来大概 我们家地方型的加强型的防御旅馆 也建设的 部件的比较多 现在到了40家 那当然还有一些县市 还有一些缺少 我们会提醒他注意 因为这还是关心他们自己的居民里面 他重要的权益 跟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流 所以现在全国的加强型防御旅馆 有4206床 那空床是1363 空床率32.4 那专责跟负压病房持续在增加开设中 现在经过总床数是8796 空床是4863 空床率是55.3% 那当然双北区空床率相对比较低 一个大概40级 一个大概30级 相对都比全国要来的低 那基检所现在 目前还没有增加 那空床率是30.6% 那个Pfizer跟Biotech的疫苗 那 采购大概在航班 公司已经也订好航班 所以也通知我们可能会到货的一个时间 那大概分做2批 当然还有其他还没来 那目前他已经订好航班的 一个是成人剂型185.7万剂 那航班航是5月8号从欧洲起飞 5月9号可以到 那基本上可以供青少年接种追加剂 我们知道青少年我们12岁到18岁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打BNT 那后来有一小部分的人也有打莫德纳 那但基本上这一批的 当然就给原来打BNT的青少年 打他的一个追加剂 就是他第3 第三剂 所以这位请教育部来启动家长的意愿调查 那预计5月下旬 但我们时间能够尽量快 不过应该是在5月下旬就可以进行校园的接种 那另外一批是儿童剂型的 儿童剂型 他大概他的剂量是成人的三分之一 那预定5月12号能够到台湾 那可供5岁 大家知道莫德纳是6岁到11岁 那这个辉瑞这是5岁到11岁 儿童接种基础剂 那将在10号时EA审查 这EA审查通过 EA审查通过 好 今天我们台湾本土的新增确诊数 已经超过3万例了 来到3035例 那今天跟昨天一样 同样是新增5名的这个死亡的个案 讲到死亡个案 我先来请教一下玉惠姐 当然昨天跟今天都一样新增5例 看到这个数字 民众难免心惊惊 会觉得很焦虑 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整体的疫情来看 重症率还有死亡率 真的还是非常低的 重症跟死亡 现在特别是重症还是在万分之三 就是1万人只有3人重症 那当然还是很不幸的 这是有人过世 那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生命的脆弱 特别是昨天24岁这个 那才确诊 然后发病6天 那就不幸过世 那这个可能跟心肌炎是不是有关系 我想这个可能医界还会再去做研究 不过从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说 不但说这个疫苗一定要打好 那大家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如果大家有要外出的话 口罩也一定要戴着 那今天事实上 指挥中心刚刚也告诉我们了 整个的最大的调整呢 就是在 就是你如果已经被居家隔离了 你已经被 你已经接触过确诊者 应该这样讲比较简单 你已经接触过确诊者 你已经必须要在家里面 或者是在任何地方 你必须要自主隔离的朋友们呢 你现在不用 你如果快筛是阳性的话 那就就是确诊 经过医事人员的确认 那就是确诊 所以你不用再自己走路啦 或者是再叫防疫计程车啦 或者是再用任何你的亲人啦 这个再送你到医院里面 再去排这个急诊的PCR 我想这个可以啊 特别是在双北地区 可以把这个急诊 甚至于PCR的量能 赶快可以降下来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现在全国的医疗量能 在空床数的这部分 还有55% 那这个是现在我们来讲 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以其他国家的例子 因为日本很不幸的在去年 他们曾经遇到过一短暂的阶段 就是他们把整个医疗量能 就撑到爆 就搞到了这个崩溃了以后 那你真的需要去医院来治疗的 反而是没有办法来治疗 我讲的不是说 只有武汉肺炎新冠肺炎而已 可能还有其他的病症 也需要去医院做治疗的 你根本都进不去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希望是就种放轻 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症状 像刚才孟琪所提醒大家 你如果症状很轻的话 那真的大家就在家里面 因为根据我们跟医生请教的一个结果 这几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医生跟我们讲 这一次Omicron的症状 症状你感觉到有症状 所谓的症状可能是发烧 然后这个流鼻水喉咙痛 然后这个浑身胀胀的会有疲倦 大概是三天 那很多人是五天开始就已经完全没有症状 大概十天呢 你如果再去测 这个病身体里面的那些病毒的量 大概就没有了 所以如果你是无症状或轻症的 那你有接触到 你就真的是 你要区隔你就别乱跑了 那你如果是快筛阳性的 你真的是别乱跑了 那这个大概三五天 你的症状就会来解除了 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我们能够共同度过 那今天其实还有传出来一个数据说 520可能是这一波的这个高点 我听到李炳宜小李批他也说到 因为这个病症 你从国外的模型 这个不一定是只有一个高点 可能一个高点 可能还会有好几波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 就一下子就放松 所以因为马上5月1号才刚刚过 可能有人5月1号才刚刚去外面走走的 所以这个礼拜如果是母亲节 还有决定要去外面走走的朋友的话 其实大家放轻松 我觉得就是疫苗打好 然后这个口罩戴好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以现在全世界来讲 丹麦啦 韩国啦 很多的国家 加拿大啦 我先讲泰国是从5月1号开始 你现在去泰国旅行 你只要提出三剂的证明 你都可以去了 你根本连隔离都不用隔离了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加拿大其实也是 那是因为他们在去年 他们比我们早爆发很多 他们当时遇到的那一波疫情 其实是比较严重的 Delta的疫情 那我们现在指挥中心 帮我们守了两年多 我们现在遇到的是 症状比较轻的Omicron 所以我们只要这一关能够过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是 在这波的疫情里面 当全世界已经走到了疫情之末 我们现在台湾遇到了这波的疫情 我们大家再加把劲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度过的 面对疫情我们还是戒慎 但是不要恐慌 只是说现在民众尤其在北台湾 这个快筛的需求真的是很大 真的听到很多的民众在抱怨说排队排很久 但是还是没有买到 那现在也传出说 昨天蔡总统在民进党的会议上是动怒 说不要只有实名制这样子一个管道 昨天总统在这个会议上到底为什么这么生气 还是说这只是传言呢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解套的方案 我们等一下回来要麻烦佩芬 来帮我们还原昨天的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